對這裡站起來 站起來 侯友宜上台的時候 要民眾打開手機燈光 在台上來回奔跑 跟台下的民眾玩起波浪舞 場面聲勢浩大而且歡樂 六度市長候選人齊聚一堂 展現大團結的精神 救救大勝 六度候選人以大進場的方式 展現氣勢 並且一一在台上發表演說 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是我的老闆 都是我的貴人 所以沒有打擊就沒有萬安 大家說中調 加油 民進黨則是選在凱道 舉行大型造勢晚會 為雙北候選人充選票 但再來站台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一上台就把陳時中的名字給喊錯 好夥伴 陳時中市長 台下一陣笑聲 陳其邁的表情顯得有些尷尬 蘇貞昌一上台就大打防疫牌 台灣社會是受到衝擊 比較小 確診最少 死亡率最低的國家 但在活動開始之前 前來報導的攝影記者抱怨 攝影區有三層樓高 沒有防護也沒有保險 有攝影記者怒斥 主辦單位這樣安排 簡直是職場霸凌 隨著選戰逼近 藍綠陣營 各自卯足全力拚選票 記者張又此亡一眾 台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市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